首先看回大露台 四线门的大露台 这个露台闊到差不多2米5左右 长到6米多 所以整个露台差不多十七八个峰左右 深面的彩光 板楼的设计非常之正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潮向 正南朝向 看到山景 这边湖景 远处海景 我们看到这些海那 镜头里面看不清楚 天气好的时候 这边望出去 这些位置全部都是海 这里是一到四旗 那边是五旗 这边是二旗 我们正常在这条路行出去 这个岩造贝村里面有很多农家菜 有鸡翅 有很多食物 其实都非常之方便 下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喜嘉明 今天和明哥一起來到十里銀吞的潘海雲山樓盤 這集主要是要介紹洋房燈外 即是高層燈外給大家 這個位置是非常清淨的 想要隔雨勢隔絕 然後就隱居山林的感覺 可能這個就適合大家 但你如果想要繁華的話 這就肯定不適合你的 因為它在山內,有山,有湖,有公園,有花園,有遊樂場 有健身房,有會所,甚麼都齊 但沒有商業街 所以就不太方便 但出質繁華 你去到新旗這裏 駕車出去十分鐘其實都可以到 所以其實都可以接受到 這集總共有這裏容房中五個職 即是我們會拍攝職給大家 看看是否適合大家 我們現在有做一些活動 送大家有家電,送高爾夫車 送給大家去免費使用 找我們買樓就有送這些禮包給大家 看樓亦都非常之方便 包接包送,包餐 現在這個樓盤除了有高層單位之外 亦都有別墅單位 高層首期就給兩成可以 別墅就給深城 別墅總價是兩百六十萬元 帶上正中修,是現樓 陽房這些也是現樓 首期就給深城就可以了 也是現樓 也是帶上正中修給大家 好了,我們立刻上去 看看最小色的六十八峰究竟是怎樣 好,我們來到六十八峰的單位 先看看積的間隔 我們在這個位置 進來之後就是廁所、廚房 廁所放在門口 好像不是那麼適合 餐廳、客廳、露台 露台加上有六米五的闊度 還有兩間房 其實它是哪個間隔呢? 它是做了調整的 即溝樓的時候不是這樣 不過是現樓 首先這個智能鎖做好了給大家 包括這個門 進來這裡 之後就是廁所位置 廁所 這是有臨月巾做好給大家 坐設、洗手台、鏡櫃都有 都是做好給大家 進來之後 這邊有個鞋櫃位置 鞋櫃其實在膠樓的時候沒有 所以到時需要自己做多一個鞋櫃的位置 最過來就是廚房 廚房它不是虛封式的 在膠樓的時候這邊是有棟墻 在這裡的 所以廚房的門是在這個位置出來的 進來之後 這邊可以放一個雪櫃位置 這些全部都做好了給大家的 包括了這些都是會配給大家 配好的 最出來就是餐廳位置 變成了這邊有棟墻的情況下 你的餐腿就要最出來一點 所以這個餐廳算是比較小一點的 這個餐廳的了 但是六十幾封的兩房來說 這個客廳就算是比較低一點的 這個客廳的虛間有差不多去到 三米一差不多的這個虛間 三米一二差不多 而且這個朝向也很好 米的就是這一棟的這個位置 正南朝向的 正南向 而且前面這個風向就是最美的這個景色 哇 真是好美 前面下面是有別墅區的 這裡現在在八樓總高就是十層 一升六火的 一升六火總高十層 一座總共加上六十個單位 正南向眸湖景 遠處就可以眸到海景 和山景這些花園全部都做好 好的了 那腦台剛才說了六米幾的長度 六米五的這個長度 都比較長一點的了 闊度就差不多一米五左右 一米五的這個長度 腦台又送了一半職 到時你洗衣機就可以放在 洗衣機應該放在這一邊這個位置 因為它水喉和這個電子都留在這一邊這個位置 那裡面呢 它其實就是 現在就舉成了一間房的 變成了它其實到時 這邊有一個棵牆的 到這個位置來呢 這邊是其中一間房 這間房呢 有個窗 窗出去呢 就是個走廊 就是個過渡來的 遠處是山景和圓林景色 那這間房呢 正常你就可以放到一個 麥二床差不多了 麥二床加一個衣櫃位置是夠的 那麼再轉過來呢 就是另外一間房了 這一間房呢 就比較大一點 就是主人房了 那麼可以放到麥八大床 上面兩麥大床 那麼衣櫃啦 床頭櫃啦 都有位置可以放到的 那麼再過來呢 就是都是個露台 那麼變成了你的鏡頭 再轉過來 就變成了它現在改成呢 成一間房的情況下呢 這間房就非常之低了 可能你不需要那麼多間房的話 你其實按照這樣的間隔來做 好像會更加舒適些 因為你間房夠細大 是不是 衣服間或者做多些書房等等 也都沒有問題的 就變成了 哇 整個單位會大很多 但是變成了只有一間房 那麼總價的話呢 就區別都挺大的 因為呢 四樓以上呢 就超過了這個別墅的這個頂啦 超過別墅頂 就是變成了五樓到十樓之間 其實現在都有 每一層都有一兩個單位 這樣給大家的 那麼價錢的話呢 就是要五十幾萬啦 那麼如果是五樓以下 即是二三四樓這些樓層的話 總價就四十幾萬就可以了 相差差不多有十萬左右的這個差價 就是最便宜的價錢呢 是四十三四萬 四十二三萬 四十三四四萬 最貴的話去到五十六七萬 差不多這個價錢的 那麼現在呢 十幾封呢 就介紹清楚 兩成首期的話 就是八萬幾到十二萬之間的這個首期 那麼就剩下的都可以做按揭的 因為去供一千幾萬就可以了 那麼還有三個職 一個一百四十五 一個一百四十四 一個一百八十一 那麼一百四十五呢 是對面那一座 我們就不會去實地拍的了 因為剩下兩套二樓的 所以大家到時有興趣都可以過來看看 的 因為只有不多啦 就是這一座 這一座 那麼二樓的單位總共是六層的 那麼就我看看那個朝向 那是朝向呢 就是朝東向的 應該是東多一點點南 那麼就看那個山景 那頭探出去呢 右邊看呢 就可以看到那個湖景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將那個 間隔的湖景圖呢 就放在我們的 這個棚墓上面 有興趣到時可以一起過來看看 都是現樓 那麼價錢其實都值的 七千幾萬一個封就可以 買得到的了 就是相當於總價是 大概是八十幾九十萬差不多 只有二樓的 兩套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麼我們現在就直接 帶大家去看一個一百四十幾個單位 給大家看看 合不合你 哈囉 我們來到第二個單位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百四十一個封的 那麼這裡呢 是兩部升降機 兩房 是的 那麼是一樣的 更格啦 一樣的高質素的 靚門 靚鎖 嗯 那麼進來之後呢 就慢慢來看 好 那麼我們先看打監房 那麼這間房呢 就是一個入門之後呢 打監房 可以做一個咪白 咪白或者咪五的床 那看出去呢 就是超級無敵的山項 那麼做到四房 這個位置呢 就是做一個鞋櫃的位置 那麼就做到頂了 上面做些收納 下面做鞋櫃 餐廳 餐廳 都不算大 都不算曬 嗯 放一個圓櫃 坐八個人都可以 那麼就出來呢 就有個小路櫃 這一邊呢 就是北向 嘩 都很開陽 看回全部都是別墅區 加上山景 說真的 你這裡呼吸一下這個空氣 令聲不一樣 好精神 山的味道 山的味道 就是這樣說 它兩個路櫃也都超開陽 因為你整個都是山來的嘛 對 又不是工業區 那些樹木 樹林就這麼密 所以這個空氣真是超好超好的 一定要過來吸一下 吸一下 即是多吸兩層 扶養泥紙的兩萬多 它有兩萬多 兩萬多個 一粒幫了 是啊 這裡是廚房 AO型的廚房 廚房都夠小 140個方 這個窗窗也是蒙上山景 到時這個爐頭也會有的了 到時交流的時候會鐘 好給大家 這邊有個雪櫃的位置 起家送 很大的一個 4米5的一個大的 4米5的大廳 調整都做好了 這個廳真的夠小 說真的 來到140個風 只有140個風的情況下 有這麼大的廳已經很不容易 而且看出去的景色 真的夠美 湖景 三幾 還看回十里顏灘 那些舊區 一到五期全部都看 有海景 天氣好的時候 真的看得到海景也很美 下面這裡有一些農莊 即是種菜的地方 大家可以通過 微信的小程水 裡面有個有個農場 小程水 裡面有個半海 半生的這個叫做有個農場 裡面有個菜園認領 你如果想要租菜園的話 就三千多元 我說不登錄 大家想要到時可以三千多元 托管你直接可以拔送就可以了 其他全部農場幫你搞定了 裡面也可以買些東西 我們看到這邊有走地雞米 走地雞一隻158元 有點貴 但如果真的走地的話 150多元是值得買的 不知道是不是走地 到時可以過來看看走地雞 也有些肉 我們看到豬肉 牛肉 蛋 新鮮的雞蛋 有蔬菜 蔬菜 還有草莓 一斤38元 也挺貴的 這些東西也挺貴的 但如果真的在這裏種 在這裏蠻的 最貴的都是大米 因為空氣夠好 有機蔬菜 有機的走地雞 魚 肉 走地雞 如果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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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拿出來 新鮮的 直接拿出來 直接拿完之後 加熱就可以吃得了 這些大米 真的好 這種東西 就不是市面上買得到的 香港是絕對沒有的 在這裏可以探討這些東西 意思是表明 大家在這裏吃東西 買東西 沒有大家理解 這麼不方便 其實也很方便 如果你想要便宜一點 你出到外面有個炎造背村 裡面就有街市 有本地人買菜的地方 那些就很便宜 那些就OK的了 有需要自己駕駛一部高闊車出去 那這部車你又要去買很麻煩 起家送給你 好嗎 找我們買樓 有著宅 有送這個什麼什麼 雪櫃給大家 很大的露台 這個露台多長 我猜應該差不多有7米半 因為我們廳的開箱就是4米半 所以過去的一間房 就差不多7米半左右 是呀 這個露台 20峰 還有一個它的闊度 2米多 17-8 送了一半職 正南向應該是 正南向 南不通 正南向 正到什麼感 OK 那我們繼續介紹一下 一個內籠的情況 講一下場面 場面 它的場身是有色調分配的 上邊是白雨狗漆 下面有些淺灰 淺藍 淺灰 不是淺藍 淺灰色 大家可以在視頻中看到 顏色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看房間 這房間也是這樣做的 上面是白色的雨狗漆 下面是色是有分的 這個房間的朝向 正南向 看不到湖景 我們需要放一個 1米8的床 或者2米的床 放在這裡 兩個床頭櫃放上去 看下去就是全湖景 這個 都是交流標準 不過這個 我看看 應該是 墨的 墨的 這裡 到時再組定制的衣櫃 如果需要放一個電視機 也可以放一個小的電視機 這個場面都是灰色的嗎 米黃色好像 有少少灰 有少少黃 再到我們的臨浴間 飄窗全震送 智能座視 洗手池 有燈底的鏡櫃 做好給大家 好了 第三間房 這間房可能小了一點 它就是看這邊 即是潮北向 看這邊 其實看別墅和山景 其實都很現在 我們床頭放在這裡 米5 看出去 山景 別墅區 超棒 這裡放一個米5的床 兩個床頭櫃 做一個定制的衣櫃 就可以了 上面 我們飄出全震送 需要做一些毛毯 到時就看大家 怎樣去做 繼續第四間房的主人房 這個景 好漂亮 空間很大 看這個景 你一床頭上 就看這個景 好 好開容 私密性 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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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的時候 都有燈亮 不會一片 和夢大海 完全不是一個feel 這種feel 可能 對於沒有人來說 會更加喜歡 每個人都要無敵海景 這種田園景色 下面又有萬家燈火的感覺 冬哥 這個主人房都很大 二十幾個房 這個廁所和剛才第一個廁所 差不多空間 二十幾個房 這個差不多 有 超大 剛才說到這個價錢多少 這個單位均價差不多 一萬一左右 一萬一多 對 一萬一多 總價一百六十幾萬 首期的話 就給個三十二三萬左右 兩成首期就可以了 剩下都可以做按揭貸款 四房 兩次 南北對樓 四米五的大區大客廳 二十峰的大露台 田園風光 有山 有湖 有海 景色非常之正 還有一些單位可以給大家選擇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去看一套最大的 一百八十一的單位 好 待會見 待會見 Hello 最後一個單位 一百八十一方 看看我的間隔 在這個位置 入戶圓軍 這邊有間房 這邊有客廳 橫廳的設計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的 六米五的客廳 露台的闊度 這邊有餐廳露台 廚房 一二三 四間房 兩個廁所的位置 空間是絕對足夠的 這邊就是電梯 兩部電梯兩房 空間絕對是豪宅的標配 首先看到這個門 別碎的門 一模一樣的配置 很鏡的門 實木 這個鎖也是很高質素 比維廣溫那些 維廣半島的質素還要高很多 進來之後 就有個位置 其實這裏就是放少許的植物 和電掣放在這裏位置 看房 這一邊就可以做回鞋櫃的位置 其實鞋櫃 就算坐在外面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裏看出去 整個空間全部都是自己用的 包括這邊有個樓梯 消防通道的那個位置 其實這一部份沒有人會過來的 因為你放電梯放火 看這邊第一間房間 等一下那個廳真的好漂亮 沒問題 第一間房間就可以做到 麥白大床 一個大的床頭櫃 一個大衣櫃 吊頂也都會做好給大家 出來我們看到地板是木地板 木地板是質素高些 成本高些 所以才會做木地板 這個飄窗也是木 它不是那種磚 所以就算是凍天的時候 坐上去也都不會凍膝油 夢出來就是個無敵的湖景和山景 甚至可以夢到個海景 但是路頭慢慢來展示一下 朝向也都非常之好 這個就是第一間房 你去做為書房 最出來就是個大客廳 你來介紹客廳有多划 這個大客廳真是領事大 這裏是6米5的一個開間 我們看到這裏是6米5 這個廳最少是有20個房 這樣肯定有 這裏可以做一面酒櫃 這邊是做一個非常大的酒櫃 看出去的景都非常不錯 它完全可以看到這個湖景 說真的這個客廳真是認真夠小 你那邊不一定會做的 因為它是空的 所以你整套沙發 擺到盡到尾 或者你那邊可以做一個小朋友的兒童樂圈 都沒有問題的了 看到這個吊頂也都會做好 射燈也都做好 所以給大家 客廳也有 餐廳也有 首先看回大露台 四線門的這個大露台 哇 這個露台闊到有去到差不多2米5左右 長到6米幾 所以整個露台就是差不多十七八個風左右 深面的彩光 品樓的設計 非常之正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朝向 正臨朝向 看到山景 這邊湖景 遠處海景 我們看到這些海那 鏡頭裡面看不清楚 天氣好的時候 這邊看出去 這些位置就全部都是海來的 這裡一到四旗 那邊是五旗 這邊是二旗 我們正常就在這條路行出去 這個鹽造貝村 裡面就有很多農家菜 有雞翅 有很多食物 其實都非常之方便 下面就是別墅區 所以其實整個 潘海環山幾乎是以別墅為主 所以高層單位就比較少 所以你看出去 其實都是非常之開用 非常之正的這種感覺 那餐廳位都很闊 你甚至放大圓桌 坐十幾個人都沒有問題 餐廳上哪個吊頂也都做好了 雙露台 那外面還有多一個露台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樓台有1米5左右 1米5左右 1米5左右 開間 闊床也是有3米的 其實它看出去 是完全看一片岁區和山景 都非常之不錯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湖景 那裏 那裏 那裏就是了 是不是 我發覺問題 那裏都可以 我眼睛真的害怕 那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六十八個風 就是在這一座那裏拍的 它這樣看出來 一百二十五就是這一邊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看到 前面小小還有一個兒童的遊樂公園 我們看到下面的這塊空地 之後還會見 這塊空地已經規劃好了 要見別水區 所以到時你選擇一個高一點的樓層 你其實都完全不會遮 就算現在八樓也都 完全的景是非常之虛容的了 那這邊有一個廚房位置 很闊的這個大廚房 一百八十方的大單位 就要配這樣的大廚房 才夠用 三件套也都做好給大家 這邊可以放一個超級雙虛門的大雪櫃 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送給大家 然後裏面還有三間房 慢慢看一下 第一個是廁所位置 看上去是新的景色 有林玉庚、座廁、洗手廁 洗手廁這些鏡櫃也有這些燈底 我看看能不能燈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 那些燈底都會做好給大家 包括了整個洗手廁都做好了 門都不錯的了 繼續看第二間房 這間房做了塔塔米的定制櫃的設計 那現在這個櫃 這個床有米五的 正常飄窗最初回來 你做一個一米八的床都夠位的 衣櫃位置也夠小位置 那第三間房 我們在第三間房 這裏的床放在米五的大床 那時候完全都可以放到米八的床 我們這裏看出的景色都非常不錯 可以看到別墅區和山景和湖景和海景 都完全都可以的 那左邊這裏是可以做一排的一個衣櫃 這裏都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現在看看最後一間主人房 主人套房 進來先看看廁所 飄窗、坐廁、臨浴間、洗手池 這個廁所和剛才第一個公共廁所空間差不多 這邊做了一個小小的轉角位 做一個煙霧間 那這樣最好處就是 你從頭的時候 你不會直接看到廁所門 有些人會介意 可能就可以這樣設計 那你也不一定這樣做的 按照你自己喜歡的風色來 那我的房間就很划算了 兼且這個房間放在床上的時候 你的景色真是很美很美很美 今天天氣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拍出來後果不是那麼正 但是天氣好的時候 真的那個景色是無敵的 那個湖綠油油 山也是綠油油 海就軟軟的 天空也是軟的 就是很美很美 完全沒有小遮擋 又很舒適 絲密性 又超級無敵的感覺 我們看到其實中修質素都不錯 木地板 廁所 廚房 包括吊頂 露台的那些玻璃 還有龍光 這些質素 包括大門的那個門 還有密碼鎖 都做得非常之正的了 總共拍到三個職位給大家看 它其實還有一個更加大的 244封的大單位 不過剩下2、3、4樓幾套單位 我們都將個互形圖放在屏幕上 大家有興趣 到時可以過來實地 可以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聯繫我們 我們將個視頻 即是那個大跡的 或者是那個125的 沒有拍出來這兩個單位 都可以傳一些圖子 或者是視頻給大家 大家再看一下都可以的 只不過現在樓層不多 有興趣可以拿時間過來看一下 那這一種單位呢 就價錢呢 正常的價錢呢 都是130萬左右 那這一道呢 十樓到二十樓呢 現在有做回最終的特價 那價錢呢 就變成了一萬一千多 就可以買得到的了 那便便便很多了 那一萬一千多總價 大概是兩百一十萬左右 那首期的話呢 就給兩成 就給個四十多萬便可以的 剩下就全部都可以做完 那其實都可以的了 是不是 那這個小區呢 就除了這些高層洋房單位呢 就還有一些很多的別墅單位的 別墅的話呢 每一個單位都有很大的花園 送給大家 有四層的 有五層的 有三層半的 是的 那總價的話呢 就是兩百六十萬起 最貴的那些是六百幾萬 那全部都是精中修的現樓 送給大家 兼且還送十萬的傢俬 傢俬和中央冷氣 給大家的 那我找我們起家看樓呢 有接包接包送 十二手續的全部 也是我們幫忙做的 那我們也都送大家 一些家電給大家的 所以呢 其實找我們有著數 有專業服務也好 好了 這一集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 數碼或者電話聯繫我們 下集再見了 拜拜 拜拜